小姐 你可以給你女兒穿件衣服嗎 看起來怪可憐的 我必須講一句實在話 我從來都不覺得 大的應該要讓小的 先講幾句簡單的事情 長輩跟老人家總是覺得小孩很冷 這個迷思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就連是夏天也是一樣 Eason已經講了700多萬次了 小孩本來就怕熱血 然後小孩是小火爐 尤其我女兒特別怕像我老公 我老公是一個超怕熱的人 小孩熱他就會抓狂 他就會發脾氣 那這也是我們測試出來的 發現說整個人少穿一點的時候會比較舒服 那30幾度你不要說 小孩子我們大人有的時候穿著一雙襪子 我的腳也會不舒服 出去的時候我們穿襪子穿球鞋 我覺得合情合理 在家穿什麼屁襪子 那你的意思是說 這是變相的裹小腳囉 我不明白對不對 因為小孩子還在學習更成長 他現在路都還在學習走得更穩 你就一下給他弄得到 就襪子什麼的東西了 那要先腳踏實地 我覺得這種東西是 跟健康無關 只是你個人喜好 我就覺得說小孩在家 我女兒想要刺腳奔跑 能夠在家的時候放飛自我 把襪子脫掉奔跑一下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啊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覺得每個小孩有自己的脾氣 以前的父母親比較強勢 他會希望說我帶第一個是這樣子的方案 後面的東西都一起執行 但我覺得會有一個差別就是說 現在小孩的自我意識很強 凶他你罵他你毀滅他的自信心 並不會讓這件事情得到你滿意的結果 現在小孩子你剛講的東西 他沒有在理你的 你還是要因財私教之外 你要因地制 我女兒很聰明沒有錯 所以我跟他要講道理 我從小他就給我很多限制 所以我就不想要給我女兒那麼多的限制 我想要讓他多一點的鼓勵 只要他不要錯的離譜 我覺得 我媽如果是不太直接按掉的話 不是 只要他不要錯的離譜 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從我當媽媽以後 我真的有很多媽媽的族群 然後他們就會跟我討論說什麼啊 婆婆給他很多的壓力 然後或者是他大姑小姑在旁邊教他說 小孩應該怎麼帶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媽嚴厲沒有不好 我也是被嚴厲交出來的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我想要更平衡 帶著他嚴厲的心 可是我想要用更包容的做法去調整 就是可能像以前他會用罵的 你在幹什麼 可是我現在就比較不會這樣嚇我女兒 因為我也當人家的晚輩嘛 上手公婆 我也有大姑小姑 所以我們所受過的一切就不用再講了 那我會抓平衡點 為什麼我三個小孩他一直抱怨說 那我對他很嚴格 那為什麼我不對弟弟妹妹嚴格呢 我看小孩而教導嘛 那因為一講就講不聽你 你們兩個有沒有曾經因為 就是小王美的教育方式或者是 穿衣服啊他媽我髒話欸 真的吵過下了 他媽我髒話欸 我就跟他講說 妹妹很怕熱 我也問過了醫生 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我們已經冷氣開到爆炸了 然後一開始我們也沒注意 就穿的稍微多一點 因為還有包那個手套 我女兒就是一直有熱疹 醫生就說 你就是先給他打開來 打開的時候你可以觀察 看你疹子有沒有退 我就把他打開來 然後溫度讓他就是比較低一點點 那當然大人進去 體感溫度就會覺得冷嘛 我媽媽就開始在罵啊 小姐 你可以給你女兒穿件衣服嗎 看起來怪可憐的 不看你自己穿的什麼樣子 你女兒連件衣服都沒有 能看嗎 我沒理他嘛 哇晚上連我要睡覺 我真的會很累 因為幾母奶幾號都沒在睡覺 蔡姐姐幹掉我 到底要跟你講幾次 算我拜託你可以嗎 給你女兒穿件衣服吧 有夠可憐的 你他媽是聽不懂是不是啊 我就心裡邊想說 有必要嗎 難不成我要為了讓你開心 要讓他受苦 那如果是這樣 我寧可他開心 你讓我受苦好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有我選擇不穿的原因 我是他的媽媽 我覺得我不會做出 對他不好的事情 那你如果不能夠接受 那你就先不要過來CUT 我覺得他講的有點過了 我的意思不是說 叫你要把它包多厚 我的意思是說 稍微薄薄的薄紗 我的意思只是隔一小層 那可是醫生不是說 就是打開來觀察嗎 我沒有去嘛 因為他也不讓我跟啊 他說我去一定會很多意見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想親自問醫生說 老保的一層可不可以 然後他又講說 他女兒他自己生的嘛 那你也知道 我也很想再生一個做給你看 那我 我跟這 以前他們小時候的時候 妹妹有沒有跟你反應 都是 但是姐姐在玩 我都沒問題有沒有這樣反應 一定有啊 因為我妹妹就在告狀啊 不不不 因為他是第一個 所以生的時候 第一個買的都是先給他要的 他理所當然認為說 這一些東西都是我的 本來就是嗎 那沒有 當然是你的 但是又有家庭成員加入的 就是大家共有的 share這件事情吼 要用膠的 不能用強迫的 沒有沒有沒有 就像我想過 如果有一天我生了第二個 我認真思考這件事情 可能很多爸媽不認同 我必須講一句實在話 我從來都不覺得 大的應該要讓小的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說 你比較大嘛 他要你現在就給他 沒有人顧到我們的感受 讓這件事情 對很多爸媽來講 他們覺得 大的讓小的 是一種成功的教育 如果是姊姊的東西 弟弟或妹妹要玩 我會跟弟弟妹妹說 你去問姊姊 姊姊可以把這個東西借你玩 那姊姊我不要 對 姊姊說不要 那我會問姊姊說 姊姊你為什麼不要給弟弟 那如果不玩這個 弟弟可以玩那個嗎 不行 這都是玩的 那如果這邊東西 那我如果買一個東西 給弟弟或妹妹 那你要玩 你要跟他借喔 所以你是會用同理心的方式 一定要 你可以不借他 那是你的選擇 那如果我 因為你不借他 我買了新的給弟弟跟妹妹 那你就是損失了 好了解 你要分離我 我們就分得清楚一點 我是說因為你是姊姊 你比他早晚兩年 早晚一年的 他認為說這個東西都是他的 那我認為說家裡的東西都是大家的 我媽才不是這樣講的 亂講 我媽怎麼講的 我們是家 你是姊姊 弟弟跟妹妹 給他們玩 都我買的 都我的 我不是這樣講 都我的 確實是我買的啊 好啦 以上就是這個 兩代育兒觀念 第一次的調定文文會 如果說有跟我一樣 切身之痛的人 你可以在底下來聊聊你的例子 說不定我們會有很多同溫層